謝謝 歡迎大家收看二壽午夜空靈 今天有我鬼眼寶,邪童、陰邪娃娃 還有八大名詩之一的馬君程師傅 跟你們一起,二壽午夜空靈 巴老師,你好… 師姐好 大家好 如果大家有甚麼靈異恐怖的經歷 不妨打電話來183-121 或發電郵來183-121-i-cable.com 馬老師 是 我有一個很新鮮滾熱辣的求助個案 在討論區拿出來 是 這個個案是在昨晚發生的 事主叫Terry 希望Terry如果你在電視機旁邊 就留心聽著 事情是這樣的 Terry昨晚在高速公路上 一如既往駕駛回家 駕駛在車上,他開槍 有股風突然吹進車內 他開始覺得整身慢慢開始麻痺 之後他很聰明 覺得身體有點不對勁 他停了車 叫他父母來接他 之後才沒事 是 但事後他很擔心 靈體依然在車內 所以他想問有甚麼方法 可以驅走這個靈體 但我自己又有另一個問題 其實是否真的靈體作怪 其實不是每一件事 我們遇到不舒服的 都是歸咎於靈體 你想想,駕駛車 屈曲雙腳 坐得久也會避免 可能駕駛車坐得久 避免是不奇怪的 尤其是你打開一隻窗 打開一隻窗時,風吹起來時 撞到那些風 從中醫來說 可能真的會令我們避免 如果真的當作有靈體 他可以怎樣處理 如果最壞的打算 假設真的有靈體 這個靈體也可能是個過客 可能他走過了 不一定會停留在這裡 假設他真的停留在這裡 也不是說沒有方法 我們可以用很簡單的方法 用一碗柚葉、一杯清水 灑淨車內外 灑淨時,我們可以唸佛法 或者唸咒語 例如六自大明咒 或者南無觀神菩薩 南無阿彌陀佛等 灑淨一次,車內、車外 其實就不會有事 明白,如果Terry聽到的話 待會看完節目 就幫車子灑淨 其實馬師傅說 我想問,其實我手上有一個個案 就是事主說他的朋友 被惡靈前身 他找了一個師傅驅走了之後 他的情況也差不多 依然混混惡惡 連簡單的對話 也不能有一個原本的作答 問非所答 又認不到 我想問,如果撇除了一個 可能是腦退化 因為我們不知道事主是多少歲 如果他年紀大 可能有腦退化這個現象 又或者是精神上的問題 我想問,如果真的關乎邪靈的事 應該是怎樣解決 大概這個時候維持多久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假設它不是腦退化 不是因為病變引起身體有問題 而是你的假設有靈體 附在他身上 這個可能… 我們說病裡有業力病 業力病可能前生作了惡業 而今生可能會受到惡部 如果真的病病的時候 不一定有甚麼好的方法 可以治得到 因為說明是因果的問題 更善因就有善果 更有恶因在前生之中 今生可能受到惡果 既然有因就有果 可能真的要受到身體有些問題 直至邪靈走為止 但如果在現世來說 我們也不希望被邪靈侵襲 當然可以是種經、種佛經 種佛經不是嚇唬靈體 而是超渡靈體 讓它不要再留在這裡 纏著事主 其實是否類似 慢慢燒除自己前世的業 種佛經可以燒一些惡業 如果是業力病的時候 肯定是惡業造成 種佛經和懺悔 即是覺得自己以前做的事是錯的 也可以減輕業力 但如果真的業力病 始終也要守一段時間 難怪很多人都說 種善因得善果 各位也要做多些善事 不要做那麼多惡業 我們電話旁邊有Claire嗎 Terry Claire Terry Terry嗎 不知道是否我剛才說的事主Terry 你好,Terry在嗎 對… Carrie,你好 你好 你好,主持人 你好… 你有甚麼經歷想分享嗎 我… 我搬到這裡 最初幾點的時候 有一晚睡覺 凌晨4時多 突然醒來 我看到我先生前面有一個透明的物體 是 他的眼神… 他的樣子是二十多歲 是… 那… 他的樣子是二十多歲 我看到透明的物體是二十多歲 男生挺英俊的 是 但是他的眼神… 我們很留意到他的眼神 他就是很呆滯的 是 他只會平時… 即是平時這樣看 不會看左、右、右 或者看下 他沒有看著你 或是周圍看我的房間 我當時是在房間裡的 那要做甚麼 只是坐在你先生的床尾 不是坐在這裡,是站在那裡 站在那裡 是 但是他的眼神是平時的 而且他的樣子好像冷藏了很久 但他長期都會在這裡,還是怎樣 不,只是那一次看到 他的身高是至於我的天花板 這麼高 對,但我早前跟朋友說這件事 聚述這件事的時候 我看到…因為我的朋友是二十多歲 但他的身高… 我覺得很奇怪 就算他高也沒可能到天花板那麼高 所以你覺得很出奇 因為他是那些靈體 明白的 好,馬老師 其實我這樣聽下去 我也覺得哪有一個人那麼高 去到天花板 尤其是中國人 其實如果現在Kia這麼說 是否這樣的情況 如果Kia說得這麼實在 他可能是靈體不期的 是 亦可能是個過客 但如果你說嚴重一點 他不願意離開的就不是過客 但如果Kia看到是一次 是 相信他也是個過客 看過一次就離開了 這些可能是前生裡 歷生歷世的親人 可能是歷生歷世的父母 兄弟姊妹 夫妻子女等等 大家的緣分還未盡 在今生裡來說 可能是探望自己 但如果不是的話 如果是令自己有問題的 可能是惡病或意外 那些就不一定是這樣的情況 就比較危險 那些叫做前身靈 就是纏著自己身體的靈體 如果真的有些前身靈 就應該是比較嚴重的後果 但聽到Kia說的 都不太嚴重 應該都不要太擔心 所以Kia你也不用擔心 也感謝你的分享 我看到這麼多情況的靈異經歷 其實很多時候 人們都說是靈體作怪 我想問師傅 是否一定是靈體作怪 其實可能世間人也有些誤會 以為我們看到不好的東西 就一定是靈體的邪靈 害得我們就這樣 首先我們要分開 我們看到靈體的時候 究竟是身體又沒事 家運又沒事 如果我們看到後 身體又有大病、嚴重病 家運又很麻煩 無論是事業、婚姻也很麻煩 這些通常是邪靈 是 但如果我們看到的時候 根本是沒甚麼的 甚至有些人可能升級 或者等等 甚至是結婚、生兒育女 甚至是挺好運的 家運是不錯的 這些就不一定是邪靈 可能是佛菩薩 因為在佛經裡也說 如果佛菩薩要遭到我們 要向我們算佛法 即是說佛法 向我們算佛法 很多時候會變成不同的形狀 可能變成一個做官的人 叫宰觀身 有時變成同男同女身 有時變成一個菩薩身 有時變成佛身 甚至何持全井 變成不是真人 是超到我們 令我們向佛路走 也可以 明白 我聽到像我們以前看電視 看西遊記那樣 所以電視機旁邊的家庭觀眾 就不用每次看到靈體都那麼害怕 可能是助理懲罰 如果是這樣 這個時候我們先聽聽 李先生的電話吧 你好,李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你有甚麼想跟我們分享 我小時候看著屋村 我一晚很晚 我小時候跟我的朋友打鼻子球 有人跳樓 我住在井營 你住在甚麼?對不起 我住在井營的公屋 是… 我小時候打鼻子球 我打鼻子球就在井營 我出去安裝一下 這樣很難 井營的那些很響 對… 但你那時候這麼小的時候 就一定會嚇到 尤其是看到那些血肉模糊 對,所以最近更加在客 就是日晚 我真的像平時音樂 不過夜夜都收光 但是… 我看到有人在18樓 不走來走去 我沒有住在16樓 走來走去,走去走一走 然後我突然跳出去了 然後我把我放在床上去看 就沒事了 李先生,這個個案 就像我們以前經常聽說 就是自殺的人 會在那裡不停地重複 重複 馬師傅,其實現在李先生 這個個案會不會就是… 我們現在所說的 就是他們自殺的人 不斷地重複在自殺的地點上 當然我們不能夠絕對 去證實是不是 不過這個有可能 也有幾大可能性 也不停地重複 因為自殺的人 可能怨氣很重 他仍然執著前生 臨走的那一刻在哪裡 臨走的那一刻在我們跳下去 他永遠是長期在那裡出現的 是 對,我見了很多次 你見了很多次 對,因為我有點問題 我媽媽經常說不夠睡 不太大 對,所以要點半至兩點 我不會放棄住 那你會考慮一下 早點睡,你竟然夠不夠睡 因為我下班時 我做好事,但是回家不做 對 你可以… 李先生… 不斷地吊吊吊,嚇到我 是嗎 師傅,有甚麼方法 可以幫到李先生嗎 其實當你回家時 你最好要感受 自己默想 一道金光 全身好像發出金光 那便是邪靈 不會這樣侵犯你 謝謝… 不要客氣,李先生 可以嘗試想想我的頭頂的… 光… 一道光 光… 對… 不過我也覺得 平心不作虧 是半夜敲門也不經 不斷看的時候 也希望有一個保護性的幫忙 一下李先生 真的激襯了我 為何每次都是這樣 其實連續幾集都說了 要珍惜生命 為何這麼多自殺案都要發生 我真的不明白 其實我們也說了很多次 自殺後要重複做同一段事 直至他本身的壽命 應該是真正終結為止 我真的不明白 其實你們也覺得怎樣 對,所以電視機旁邊的家庭觀眾 我們再宣傳一次 真的不要隨便有輕生的念頭 在這個時候,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我們回來,繼續好嗎 繼續有25夜空靈 電話旁邊有何小姐 何小姐,你好… 何小姐,你好 你好 是…你好 你好,你有甚麼想跟我們分享 等等 何小姐,不知道會否有甚麼… 甚麼事發生了 對 不是,因為我… 喂… 是… 是,有一天我可以嗎 聽到 你可以說了,何小姐 對,我之前早前發了一個夢 其實我本來以為是很普通 那件事是… 第一晚我發夢,自己過馬路 是附近的屋邨 然後我醒了,很短,然後醒了 第二天,我又發了一個夢 同一個夢 又回到那個位置 是,那之後有甚麼事 令你覺得這件事很普通 我聽到很清晰 我昨晚才發夢在這裡 應該又在 我看到對面的欄杆 有三位黑衣服的人 平排一字形,平排在欄杆 然後突然有一個大的巴士 經過他們的分辨 我想叫他們 因為我覺得是遇到他們 叫不出聲 然後突然有另一邊右邊的小路 遇到一輛火箱 衝出去撞一聲 整個藍子都閉上去 然後躺下我 是 然後我很害怕 然後看著… 那一刻呆了 夢裡是呆了,看著 然後他們起床 三個都沒有頭 這麼恐怖 但是… 之後我很害怕,我會找朋友 比較熟悉這些人 但他們也沒有怎樣說 就說不用害怕 因為我每次說我的頭髮 成真 可能我害怕 所以會有這種反應 會發麻 然後他們說是有朋友 有朋友的片段給我看 但我又不明白為何會這樣 師傅說,其實現在何小姐的情況 就是第一天的夢就停一停 然後第二天就連續下去 其實會有甚麼表示 其實夢這件事 其實是我們的中陰身 因為人走了之後會有中陰身 但在夢裡來說 我們也有一個中陰身 因為我們的中陰身走到夢裡 其實這可能是我們歷生歷世 經歷過的事情 我們在我們的色裡 在柯乃爺色裡 儲存了這個記憶 可能浮現了這個記憶 是完全不奇怪的 不過何小姐 既然暫時你沒有甚麼大礙 可能只不過是受過夢境 太害怕 如果有甚麼問題 都可以打回來 我們由師傅幫你解決 謝謝你的分享 因為自己本身經常遇到這些事 所以就這樣 不過現在師傅也說 可能是以前不積下來的 可能會在夢境裡表示 不過我可以不用害怕 謝謝你的分享 謝謝 電話旁邊也有黃太 我們快點去電話吧 黃太? 你好,黃太 你們這些觀眾打電話來 都是看到靈體 看到我的形狀 但是我看到那個 張實際是跟我說話的一個人 是 因為我當時是在酒店 大約是一年前左右 我有一晚 我早幾天已經隔幾天前 即是去年 我感應到一些事情 但是我沒有理會他 本身是我想教的 我說到有些事情 我就不停地去電話給主導文 我不能做那麼久也沒事 在那間酒店 那晚突然間… 最後一晚 他有人走進來 跟我說話 問我如何走出去 但是他那隻眼… 我一眼看到他 我不想跟他的眼神接觸 我沒試過見過他這樣 那隻眼珠是紅色的 那隻眼睛是啤色的 那不是說錯… 那隻眼珠是啤色的 眼睛是啤色的 黃太,不好意思 我暫停一下 我想問那個是唐人還是外國人 是中國人 是中國人 是中國人嗎 是一個餐桌 我們酒店很大的 有純粹餐桌 那我是做廚房的 是 我現在也沒有做 但是他那時候 想要穿餐桌的衣服 就是適應的衣服 但是問題是 我那天有那麼多餐桌 我都收了工 同時也不存在 黃太,你見到他之後 你家裡有任何事情發生過? 發生過甚麼事? 那是很有趣的 我見到他之後 我十天再跟他聊天 他只有半身 但是在那個位置 看到他半身 是正常的,我不會看到 他問我如何走出去 我便刺激給他看看 但是我很想看他如何走出去 害怕我,但是我不敢看 我怕我一看到,嚇死我 我簡直不出聲 他離開之後,我不敢看他 很快就離開了 然後兩個人就回家 我回到家裡 很有趣 我一分就不留在我先生的房間 我會跟我先生說 我看到這些事情 很緊張,就跟他說 我兒子在房間 我兒子已經30歲了 我兒子在房間說話 在聊天 他一聽到我這樣說 很有趣 本身我睡覺 有些事情很奇怪 我很嚴格 我兒子馬上衝出來 我拿著電話 媽媽,你見到那支電話嗎 我就說 我說,你等一會 你跟我媽媽說 我跟那個人說 那個人 他介紹給我 我介紹了 他認識我兒子 他在世宅是做婚姻事業的 是做師傅的 是 他也是做師傅的 很有趣 這些事情很嚴格 他問我出生日期的 跟我計算地址 我肯定是見到東西 但是他不是收我錢的 他不是說是我的朋友 第二晚,隔兩晚 他約了我出去喝東西 聊天 他就看到我真的有一團 那些很骯髒的東西 很骯髒的東西 他就叫我買附庸葉、黃皮葉 還有那些醬油葉 三樣葉混在洗澡、熬水 是教我這樣 他說我是看到的 他說是來的 然後我洗澡 我洗到第五晚 半天去廁所 我家習慣了 自己知道的廁所在哪裡 我沒有開門 我看到洗澡康角 有一堆東西在那裡 是 我不敢說聲 但你有甚麼想問馬老師 聽不到… 說大聲一點 我想問師傅 為何我看到那個人那麼實在 日子看到人都說不看樣 我看到人一樣 但是我的眼睛很自然 你不會想跟他看他 但你看到之後黃太太 在家裡有任何改變 或事情發生嗎 之後你有甚麼事 沖了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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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了一個黑色的東西 沖了甚麼 怎樣的樣子 是甚麼 一個空廁的物體 我不敢看 黑暗的,我沒有開燈 更好笑的是 我從廁所撞到我 我先進去 他進去後,他又看到我 他又看到了 我看到他這樣說 我不敢說聲,他又不敢說聲 夫妻子睡醒了 在街上喝茶 在街上說了 我們倆說了 我昨晚看到我 我也看到了 後來又打電話問師傅 那位師傅跟我說 因為你師傅和你一、二、二、二 所以他會看見我正常 但沒事的了 不過黃太太 但我當時真的很黑 黃太太 其實我本身都是看到靈體的 我看到靈體也是很實在的 所以我也不覺得 可能… 因為每個人的靈力 靈力也不同 可能靈力跟我一樣 可能比較高一點 所以看到的靈體可能會實在一點 也感謝你的分享 不過下次看到靈體 可能要小心一點 其實黑色一塊東西 我都很想知道 馬老師你覺得那是甚麼 他在描述的時候 可能要多點時間描述一下 黑色有多大 是甚麼東西 後來結果怎樣 可能會更清楚 但他說洗了出來 沒有這樣的可能 他最慘的是拿東西去衝 不過我身邊有些朋友 看到靈體 他們偶然看到的時候 都可能很透明質 但可能真的有陰陽眼的人 就會看這些靈體實在一點 但你說黑色的東西 我們也不要再研究 因為其實他也說了… 家裡沒甚麼事 對,家裡沒甚麼事 也是最大的問題 不如當他是灰塵船 對 最重要的是甚麼 大家平平安安 每次都是身體健康 是這樣的嗎?華華 對,我也不想 你當他是老例也好 工作也好 這樣衝了就算了 現在最重要是家裡沒事的 但其實今晚我聽了這麼多故事 我最欣賞的故事 就是邪替你帶出來的故事 Terry那個 希望真的能幫到Terry 其實為甚麼我這麼欣賞 是因為他駕駛的故事 他認知自己不太舒服 他之後就停下車 我覺得這件事是重要的 為甚麼 因為除了自己之外 他就要維護了其他人的安全 最重要是駕駛要安全 不要走後駕駛 對 那我們就下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吧 這件事是絲維的 我真的會有重新的人 公園 在教育中心裡 公園 就要解決了 是 不應該的 你真的要解決了 可以 你不應該的 我會做回憶 你會做回憶 我會做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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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